今天的视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家正在快速发展的科技企业FASLY 股价代号为FSLY 在短短的7个月内 FASLY的股价从3月最低的价格11块美元涨到了最高的128块美元 涨幅是超过了1,000% 到底FASLY的业务是做什么的呢? 为何股价能够在短短的7个月内涨了超过10倍? 但是近期股票却暴跌了30% 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视频的结尾我也会总结我个人对FASLY的看法 分享我对FASLY的股票如何进行一个抄底的动作 所以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Austin 每周我都会更新一些股票与大盘的分析 记得订阅我和点击小铃铛 那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视频了 让我们来开始吧 FASLY是在2011年由Arthur Bergman创办的 他在创办FASLY之前是VGA的首席技术官 虽然FASLY是在2011年创办的 但是公司是在2019年5月的时候 才以每股16块美元的价格在美国上市 公司上市后 股价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起伏波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类SAS的股票却意外获得收获 而FASLY就是其中一个赢家 FASLY是一家在美国的云端技术服务商 公司主要的业务是在他们的边缘运算平台 提供内容传递网络 网络安全服务 负载均衡及影片串流等服务 这些专业的名词听起来很复杂 但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帮助各种企业处理 他们云数据的储存、传送、网络安全等业务 FASLY特别的服务就是其内容传递网络的服务 而我们都知道大企业要储存数据的话 他们就需要很多个实体数据中心 就是一个个由硬盘组合起来的硬盘储存器来储蓄数据 而不同储蓄器的地点将会影响内容传递的时间 举个例子 比如我现在在欧洲玩着王者荣耀 而王者荣耀的数据中心是储存在中国 那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会出现部分延迟的问题 这就会影响我对游戏的体验 如果王者在欧洲拥有一个数据中心的话 那样我在打游戏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 而身为消费者的我 就会更愿意花费更长的时间在王者上 Fase就是在这方面提供了相当好的服务 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拥有着无数的云端数据中心 所以能够更快的把商家的数据传送到数据使用者的手上 这里所说的速度并不是比较快几秒钟 而是以毫秒的差别来计算的 另外当每个数据中心更分散的时候 硬件的需要就更小 所以在安全上的管理也就更加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Fase的业务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成长 因为数据传送的时间是相当重要的 目前以营业额来看的话 Fase还是属于一家比较小的企业 但是公司目前却拥有着相当多的大客户 其中还包括了鼎鼎大名的 谷歌、微软、Shopify、Twitter、Slack、纽约时报 视频网站Vimeo、照片分享平台Pinterest、TED等等等等的大企业 这光鲜亮丽的表面其实也意味着Fase里大多数的营业额 都是靠着这些大企业撑起来的 而近期Fase里股价大跌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最大的客户 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美国业务已经被甲骨文收购了一部分 而TikTok宣布在未来将会减少使用Fase里的服务 转而使用甲骨文自家的云端计算服务 因为TikTok在美国政治因素之下 导致了Fase里的收入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这也能够非常清楚地显示Fase里在市场上的缺点 所以要关注Fase里在未来的走势 我们以后可以特别留意这一点 在8月份时 Fase里收购了Signal Science的业务 他们主要的业务是提供网络安全的服务 这次收购Signal Science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了公司服务的质量 Signal Science的营收比例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有机会提高Fase里在未来第三季度财报的表现 但是Fase里在10月14号时 就提前暴露了第三季度的营收 并且表示在第三季度的预期可能并不会达标 所以公司把原本的预期目标降低了5% 受到最大客户TikTok的影响后 公司又把预期调低 所以这就直接导致公司的股价暴跌30% 当市场情绪没有像当时无限QE那样乐观时 有些投资者认为Fase里的股价有可能被高估了 因为相较于比较成熟有盈利的数据公司 阿卡买的PS值是6 而Fase里却高达了33 Fase里目前是一家还没有盈利的公司 但是股价却比阿卡买来得高 所以有可能这仅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被很多投资者盲目的高度催崩而导致的 当股价来到了高位时 有些投资者就开始获利出场 但是Yahoo Finance分析师 给出Fase里在未来的成长预期 却是比阿卡买来得高 以目前的市场来看 要长期投资Fase里的话 问题也不是很大的 其实在这之前 Fase里的股价也是经历过一次暴跌 那是在第二季度财报公布后发生的 那一次公司的财报是相当好的 但是因为Fase里自己把业务夸大 所以最后就是导致悲剧的发生 这次暴跌的走势跟上次的走势 是显得非常相似的 所以如果按照之前股价走势的话 那Fase里有可能还会继续下跌的 股价如果碰到75块左右的长期支撑点 没有下跌的话 那就有可能跟上次一样继续创新高 在我之前的分析视频里 曾经就有两只股票经历过类似Fase里一样暴跌的情况 一个是Arteryx 另一个是Jumia 从这两只股票的历史来看 当股价出现了这种超过20%的暴跌时 股价通常并不会马上反弹 而在过后的几天内 甚至是几个星期内 都还有机会继续下跌 直到股价找到支撑点 所以要超级的观众是要比较小心的 要超级的话不应该一次性大量买入公司的股票 反而是应该有耐心的等待股价再回调后 进行分批加仓的举动 而我个人在周五股价继续下跌后 就加仓了一次Fase里的股票 并且会等待Fase里的股价再回调后又再继续加仓 我在这里是分享我个人的投资举动 但是您并不需要和我的举动一致 最后 高盛在周四的报告就提出了拜登当选的可能性 比较大 及新冠疫苗的问世 所以把科技股的评级从加仓降为中心 但是同时 ARK Invest在ARKW的ETF当中 在15号的时候购入了Fase里超过30万股 相当于1%的仓位 所以在交易量可以看到 15号当天是出现了有人大量买入的讯号 可以看出来ARK Invest对于Fase里的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 但是 这也有可能只是ARK短期的炒作 对于高盛和ARK Invest不知道你们比较相信谁呢 欢迎大家留言让我知道哦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更多Fase里的投资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帮我点个赞 要是我的频道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知道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另外我想通知大家 我也会在频道的讨论区 不定时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股票的走势 记得去看看哦 最后呢 容许我在这边打个广告 还没有开通美股交易平台的观众 可以使用我的连接注册eToro的账号 eToro平台简单容易上手 最适合新手开始学习投资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